11月22日晚 汪美馨又在微博爆出 古丁大扎插足张汉正爽 曾卖银传遍全北银 文中写道 没出道的时候在北京双锦卖银 全北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为了两万块 在石家装的事情你忘了吗 插足爽妹子 铁一般的事实 你在那装纯情 不好意思 我讨厌确实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自己干出来的事 是永远抱不住的 我实在不忍心爽妹子被你这么欺负 言辞激烈 虽然文中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明白的人都知道毛头直指古丁大扎 那么这王美馨究竟何许人呢 小编查了下百度百科 显示她是95年出生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做萌特出道 后来演了几个打电影的角色 而开斯纳扎也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11月20日 王美馨就发了一条微博 毛头怒指古丁大扎 她说自己对古小姐没一点好感 说她没实力和演技 一直不看好她 最后还说 有她的地方就没有我 有我的地方就没有她 终身不合作 语气也是那么激烈 而古丁大扎方面在22日晚上 韩人电影在官方微博发声明 说公司艺人古丁大扎被诋毁 要求道歉 目前事情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伪官群众 还是一脸茫然 不管是炒作还是事实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